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实时战争魔力器奥特曼大雷斗 那么这一期的挑战方式是谁 上期视频 因为我们的这个炸鸡联合 赛罗取得了非常大的优势获胜 那么这一期直接给他安排一个狠火对手 战斗力标杆 一刹龙眼雷的王 而且数量跟他们一致 那么我们这一边 炸鸡和赛罗联手一共是6000名 我们的一刹龙眼雷的王 也出了1600名 说错了 6000名 6000名 双方都是6000名 大家觉得谁能获胜呢 觉得奥特曼和炸鸡这边能获胜的评论区打一包一 觉得我们的一刹龙眼雷的王 战斗的标杆能挑战成功的预测打一包二 话不多说了 直接中间线 走你 战局已经打响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形势 我怎么感觉目前形势依然偏向于扎鸡这边 这么强的把战斗力标杆都打不赢你 还是1比1的配置都是6000名 我的天不是吧不是吧 扎鸡在这个游戏当中配合赛罗这么强的吗 直接就压得过去呀感觉 怪不得我们的暗腰部会输呀 扎鸡实力这么强吗在这个游戏当中 来吧不到最后不知道结局 说不定我们的一刹龙眼雷的王发毛了啊 最后直接来一波反败为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小战斗小范围的战斗 来看一下最后结局会如何 哎呀直接被我们的扎鸡给拿下了呀 哎呀我们一刹龙眼雷的王好像完全不是扎鸡的对手呀 什么情况直接被两面夹鸡了啊 直接被两面夹鸡 完全招不住我们扎鸡的进攻 哇那天有点厉害呀 扎鸡配合我们赛罗赛罗在远程打 哎嘿这边怎么全凉了呀 也不是呀我感觉有可能反败为胜的 我们的一刹龙眼雷的王大军 看一下外场啊看一下外场 这边已经打过来了啊攻占过来了 但是我们这边的一刹龙眼雷的王还有很多啊 来看一下这是干嘛 哎你怎么跑了你不敢1v1吗 我们一刹龙眼雷的王依然站在这里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 小后山小后山 小后山直接被夹鸡了呀 完全被夹鸡了 大家看到没 我们扎鸡从山上跑得过来啊 黑暗扎鸡直接包围了我们的一刹龙眼雷的王 没有反抗之力呀 来来到最后一波 这里还有一个一刹龙眼雷的王等着对手过来啊 这是他的背影非常帅气的 经典怪兽啊 来啦 炸鸡 哎呀 有点厉害有点厉害 炸鸡还是炸鸡呀 不愧是炸鸡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刹龙眼雷的王依然在奋力抵抗啊 他没有服输 我跟你们讲 虽然会输 但是他不服 还是扑了过来啊 炸鸡和我们的赛罗联手还是有点厉害的啊 我们赛罗主打远程输出 我们炸鸡直接近距离贴脸战斗 有点厉害 那下一次得找一个更强的挑战方了 朋友们 刚才小卡了一波 问题不大 只要游戏没卡死就行 还有支援哪一刹龙眼雷的王 我看一下 还有支援什么情况 还源源不断有支援啊 有点东西 好的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啊 已经被炸 你已经被夹击 已经被炸鸡给夹击啊 有点闹口 就跟说闹口令一样啊 OK 结束 选一的朋友们 你们再一次猜对了啊 我们的内主啊 炸鸡和我们的赛罗 又一次取得胜利 还有支持瓜里哥 帮瓜里哥视频多多点赞 没关注的点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